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晃结案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这些大厅里总是有擦擦的声 我一出一看不对 这是这进屋的人 这不对 这是抢劫的 人家他蒙面 大早之后 他们跟丑门看着我 看着我如果不打工 他们就把我整齐入间 整齐入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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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人看着我 他们上上门 丑门 这次 当蒙面劫匪离开后 挣脱绳索后 金矿值班员逃出去 来 挪瓜都炸了 这案子一定是非同小可的案子 2014年9月15日 凌晨3点50分 接到金矿报案的 内蒙古敖汉旗公安局民警 立即前往案发现场 也不知道这个金矿里的这个 红尼到底复材多少 是现金呢 还是金条 都是个位置处 感觉上我应该是挺棒的 到达案发现场后 民警立即展开现场勘查 和走访调查工作 通过现场勘查 民警发现 这伙犯罪嫌疑人 作案目的明确 应该是有备而来 在现场勘查的同时 民警立即调取了案发室金矿的监控录像 希望从中找到犯罪嫌疑人 15日凌晨2023分 四个戴着相同帽子 穿着统一服装的人 从办公楼西侧 一次进入现场 2038分 画面左下角一个身影 出现在了办公楼一楼大厅 他似乎在观望什么 从这个市民监控看 不慌张 非常正经 2043分50秒 从监控画面可以看到 一名保安和四名犯罪嫌疑人 扭倒在一起 不久 值班保安员就被四名犯罪嫌疑人 打倒在地上 随后被几个人转向了洗手间 大约过了50分钟 凌晨3点40分左右 四名犯罪嫌疑人 又从办公楼西侧 疑似逃离现场 可以看出 犯罪嫌疑人为了金字 可以说是费尽周折 但奇怪的是 他们最终抢走的 却并不是金灿灿的黄金 金库 没事 但是他们这个财富是很 我已经被抢了 了解的案情就是 当时被抢 现金是 6万9千元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周密计划的四个犯罪嫌疑人 最终只抢走了财务室保险柜中的 6万9千元现金呢 金库的位置在一楼 这个地方相对说比较隐蔽 而且这个金库外面 每上也没有任何标识 也没有字 但这个财务室上面就写着财务簿 分析的犯罪嫌疑人 还是看着财务部这九字 人以这五就是金库 针对犯罪嫌疑人活动的两个重点现场 金康财务室和捆绑保安人员的洗手间 民警展开仔细的勘查工作 希望从中找到破案线索 仅仅仅依靠现场是凹汉器公安局 屡次侦破重大案件的关键所在 现在我们国家提倡这个 依法治国和公安部最近提出的四项建设 其中主要就是加强这个执法规划建设 我觉得仅仅依靠现场 利用科学和形式技术 为破案来提供这些依据和证据 这更具科学性 也具有法律的严肃性 使我们的执法更加规范 更加科学 在对金矿财务室的勘查过程中 民警发现财务室内被犯得乱七八糟 犯罪嫌疑人似乎在寻找他们想要的黄金 保险柜被犯罪嫌疑人搬倒在地上 柜门被撬开 从保险柜柜门的撬压痕迹可以看出 犯罪嫌疑人具有执意犯罪特点 洗手间是犯罪嫌疑人 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 也是和值班保安员发生接触最多的地方 民警希望在这里能找到犯罪嫌疑人留下的痕迹 犯罪嫌疑人无论怎么狡猾 怎么有反侵犯能力 他遗留在现场的东西 是他直接留给现场的 我们没有去过的人 绝对不肯把这个东西留在现场 所以我们通过提取他这些微量的物证 将来在认定同意上 准确地打击犯罪嫌疑人 给犯罪分子定罪量刑 将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在洗手间门口 一个似乎并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物品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这是一个崭新的装洗漱用品的塑料框 是怎么到这个位置的 我们就根据框子边上的足迹来分析 这个东西大部分是嫌疑人 把它转移到这个位置的 这个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通过了解民警得知 这个塑料框原来是挂在108房间墙上的 这个房间就是犯罪嫌疑人撬开窗户 进入办公楼的那个房间 在监控发便中 在监控发便中 民警发现 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 在和值班员打斗过程中 一直提着这个塑料框 当时确实我们觉得很疑惑 犯罪嫌疑人为什么拿一个编织袋 当时他的什么目的 疯狂的蒙面劫匪 犯罪嫌疑人为何要抬着梯子 金矿结案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民警认真地对现场进行分析和重建 立正知道每个犯罪嫌疑人 当时在做什么 在这个动作下 他有可能接触到哪里 会在哪里遗留一些微量生物剪裁 尽可能提取到 并通过检验结果 为侦查工作提供有地证据 人到了现场 一定要动脑筋想 哪些东西和犯罪行为有关 这样要有专业知识 要有正确的判断 才能够提取到有效的估证 估证并不是越多越好 应该是越准确 越接近事实越好 为了及时确定犯罪嫌疑人逃跑的行动 为抓捕犯罪嫌疑人 创造有力战机 两条警犬 也被带到了案发现场 贤犯罪嫌疑人的进出入口 在窗户下面 发现了几个足迹 就是想用警犬进行追踪 看看这个嫌疑人是从哪来的 又是从哪走的 这个犯罪嫌疑人 在一个小山包上有个情流 有个摩托车的压力 犯罪嫌疑人是用摩托车作为交通工具 于是民警围绕摩托车展开调查 民警调取了近况场区外各个监控探头拍摄的画面 案发前一天中午 出现在监控探头下的两台摩托车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是骑了两辆摩托车 每辆摩托车上是两个人 每辆摩托车的车尾部 拖了两个很大的带子 这个带子的形状比较特殊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摩托车经过惊慌场区时 他们朝门口张望了一下 但是并没有停顿 而是静止使出了画面 这两台摩托车上的四个人 极有可能就是本案的自明犯罪嫌疑人 两台摩托车四个带着头盔的人 车后还带着两个很大的带子 根据这些特征 民警调取了周边道路所有的监控画面 希望找到这四个人的踪迹 但奇怪的是 最终民警在其他地方 却没有发现这两台摩托车的影子 通过交通工具查找线索 并没有进展 民警向外辐射 查找犯罪嫌疑人的工作 仍在继续 一个在金矿厂区附近餐馆 自己安装的探头 竟然让民警从中有了发现 从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 四个人穿着统一的服装 中间两个人抬着梯子 不紧不慢地往厂区走去 让人无法和金矿想结案的犯罪嫌疑人 联系在一起 倒像是四个准备施工的工人 从穿着和体貌特征可以确定 抬着梯子的四个人 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 然而让民警感到疑惑的是 几个犯罪嫌疑人抬梯子 究竟是做什么 这几个人 抬着梦记过来 他认为 这个厂区 这个墙比较高 如果说抬梯子是为了翻墙 那么为何犯罪嫌疑人 最终进入厂区的地方 却是一个不需要梯子 就可以进来的地方 原来这家金矿起义的四周 都是高约三米的围墙 一般人很难翻阅 但刚好最近一段时间 厂区西侧进行施工 将这一次的院墙拆除了 而犯罪嫌疑人 恰恰选择这里进入了厂区 为了解开谜团 民警从犯罪嫌疑人 抬梯子进入的地点 展开仔细的勘察 希望破解梯子的用途 和梯子的去向 其中在围墙一处 发现这伙人在这逗留过 有试图攀爬上墙的过程 但没有上去 后来又往前走路的时间 才发现这个缺口 从缺口进入的 由此民警判断 这四名犯罪嫌疑人 应该对厂区 又高围墙的情况有所了解 但对新进发生的施工情况 却并不知道 带着梯子 目的是想翻墙进入 如果梯子没有派上用场 犯罪嫌疑人 极有可能把它遗弃在现场 但民警在现场周围 却并没有发现梯子的踪迹 难道是犯罪嫌疑人 做完案后 又将梯子带离了现场 当民警想从四个犯罪嫌疑人 逃离金矿场区的监控画面中 找到梯子的下落时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从监控画面可以清楚地看到 四个人离开金矿场区时 是依次离开的 只是没有了进去时的不慌不忙 但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他们离开时并没有携带梯子 对金矿场区情况 有所熟悉的犯罪嫌疑人 抬着当地常用的梯子 进入案发现场 逃离时又没有带离现场 而民警在现场却没有找到梯子 于是查找梯子的下落 成为民警的一项重要工作 只有熟悉本地环境的人 才能这么轻易地获得梯子 如果是外地人 从长途跋涉带梯子来做案的可能性 不是很大 在一路民警查找梯子的下落时 考虑到有可能是熟悉金矿的人 或者是内外勾结作案 民警对金矿内部职工 以及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工人 展开调查工作 神秘失踪的梯子 竟然出现在附近一户村民家中 到时跟我说 差点就是提前收了 他脑袋没绕 不要搁在这儿 相同的穿着 同样的手法 相似的足迹 犯罪嫌疑人流窜作案 流窜作案呢 对于我们侦察来说 难度更大 峰回路窜 关键时刻 微量物证 发挥巨大作用 有的叫马永强的 是山龙 日盗 金矿结案 天网暗幕正在播出 发生抢劫案的金矿企业 是一家规模较大的 生产黄金的企业 黄金产量 在全国黄金生产企业中 也排得上名次 是一个远近闻名的金矿企业 由于企业人员多 流动性大 这些都给案件的侦察 增加了难度 难度非常大 这个厂区的职工 三千多人 还有未来人打工的 这个非常复杂 设计是咱们 全国的十三个手势 就在民警仔细树立 人员情况 希望从金矿内部职工 和曾经与金矿 有过各种关系的人中间 找到线索的时候 寻找梯子下落的一路民警 突然传过消息 梯子在村民老张头家 找到了 老张头家所在的位置 正好是在犯罪嫌疑人 从厂区围墙出来 与到达监控探头 拍摄位置的中间 梯子在他家发现 难道老张头和本案有关 但当民警找老张头了解情况时 老张头的一番话 却打消了民警的怀疑 到那一转 哎呀 这怎么有梯子呀 是冷下起的 能把我的消息盔都打转了吗 原来 十五日清晨 老张头在自家院子后面的 向日盔地里 发现了一个遗弃的梯子 怕梯子扎手 他还回家拿了手套 将梯子扛回家 从梯子的样子来看 就是当地普遍使用的一种梯子 于是民警扩大范围 在周边乡村寻找梯子的主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 梯子的主人终于找到了 当时 这家主人明确告诉民警 自家有一把梯子 但当他领民警 前往院子外面拿梯子时 却突然发现梯子不见了 至于是什么时候丢的 不知道 只能回忆起前几天还在 梯子的主人虽然找到了 但民警依然没有找到破案的线路 与此同时 民警对于旅店住客 进出熬汗期 各个治安卡口的排查 也是毫无结果 四个戴帽子的犯罪嫌疑人 似乎从天而来 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9月16日 民警将现场勘查提取到的 微量生物检材 送往距离较近 技术力量较强的 辽宁省公安厅 刑事技术总队 进行检验 因为一切现场 都是以证据为基础 所以他们这个案子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让我非常觉得高兴的 就是作为一个基层的 县级的技术队伍 能够有这样的证据意识 能够对现场 这么进行认真的 对现场勘查 得到这些无证 就在凹汗期公安局的民警 在焦急地等待 检验结果的时候 负责案件串并的民警 得到信息 9月17日凌晨 距离案发现场 不到100公里的 辽宁省朝阳市 两家公司财务室的保险会 同时被盗 其中一家企业 优质现金高达139万元 一个私人业主 第二天需要发工资 头天下午 把这个钱放到官位里 通过对两起案件中 犯罪嫌疑人 在案发现场留下的足迹 以及作案手法 与金矿抢劫案 进行对比后 民警发现 足迹是相同些留下的 作案手法也相似 民警初步判断 发生在辽宁两起案件中的 犯罪嫌疑人 有可能就是 金矿抢劫案的犯罪嫌疑人 当其中一起案件中的 监控画面 出现在民警面前时 更加坚定了民警的判断 从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 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 穿着和金矿抢劫案中 犯罪嫌疑人相同的服装 来到一个房间门口 似乎怕被人发现 他采用了爬行的方式 进入到房间内 经过进一步的案件串并 民警发现 不仅在辽宁省朝阳市 而且在周边的其他城市 也有类似的案件 从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 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 敲开了一间办公室 溜了进去 大约过了两三分钟的时间 他又走了出来 他来到一个地方停了下来 拿手里的手电筒往墙上照 似乎在寻找什么 事后发现墙上是这个办公楼的房间表 也许刚才进去的房间 并不是他想去的房间 之后他又从一个房间内搬来凳子 似乎想要爬上去 通过案件的串并可以确定 金矿抢劫案中的四名犯罪嫌疑人 是一个胆大妄为的流窜作案团伙 9月15日 在金矿没有到的黄金 只收获了6万9千元 他们的欲望远远不能满足 相隔一天之后 他们再次疯狂作案 当时心里确实有很多担心 流窜作案的 对于我们侦察来说难度更大 9月21日晚 辽宁省公安厅刑事技术总队的工作人员 将检测得到的数据 入入公安部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 进行比对 终于有了结果 虽然这个入库记录里 只有一个名字和送检单位 并没有其他信息 但这毕竟是一条来之不易的重要线索 民警立即开车 赶往1300公里外的山东省 当时我们也知道 大海捞针 也不一定完全就确认它 但是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有这个百分之一的希望 我们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 到达山东后 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 经过一番周折 民警最终确定 林毅市宜南县的马永强 就是民警要找的那个犯罪嫌疑人 经常结败未出 经济反常 刑迹非常可以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 民警掌握到 和他密切往来接办外出的 还有马永堂 马永学和李建文三个人 而且他们四个人 都是9月12日离开当地 9月18日四人结伴回来的 深入调查 四名戴帽子的神秘人 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 民警中美部署准备一网打尽 疯狂的犯罪嫌疑人 却是出奇的狡猾 当时我感觉挺质疑的 所以也对车上还有人 深挖细查 用铁证 解开疯狂背后的秘密 在家休息两天 马上又出去做案 金矿结案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一南县长途汽车站的监控画面显示 9月12日中午12点钟左右 四个人一同出现在了 长途汽车站的检票口 发现了四个嫌疑人 从12号中午12点半 从零一市长途汽车站 乘坐法王沈阳的长途汽车 都随忠下了车 9月12日 这四个人来到东北地区 18日又一起返回 而刚好这期间 就发生了敖汉旗金矿抢劫案 朝阳市两家公司财务室的 保险柜背道 有时现金139万元 而且通过汽车的监控画面 与机器案件的监控画面 对比后发现 体貌特征极为相似 DNA比例显示 马永强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 而其余三人和他有相同轨迹 同时出现在机器案件的 案发现场 种种迹象表明 以马永强为首的四人 就是民警要找到犯罪嫌疑人 9月30日上午9时左右 民警得到消息 马永强召集另外几名犯罪嫌疑人 到宜南县城一家饭店聚集 专案组立即会同宜南县警方 对这家饭店实施布控 准备实施抓住 上午9点35分 在餐县城门口设复的民警 就看见马永强开着摩托车 带着马永强来到餐厅门口 停好摩托车后 两个人却没有直接进入餐厅 马永强在门口打起了电话 马永强带着马永强 把摩托车停到饭店口以后 进行了观望 发现无人的 旁边没有什么太可疑的情况 这点就进入了 进去了 确定没事进去了 不要急于动手 再进行观望 我们大约是观望了 一天钟左右 上这个白色的车了 就在这时候 民警发现 就在他们前方的一辆车上 走下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四个人中 年纪最大的犯罪嫌疑人 李建文 当时我们感觉挺吃惊的 说这个车上还有一个人 如果是马永强高音出现 我们就是急于抓捕 很有可能就是 李建文可能就逃到了 因为当时不知道他的车 在另一个车上 在确认犯罪嫌疑人 全部进入餐厅房间后 大队长王亚从 向民警下达了抓捕命令 整个抓捕过程 仅用了不到15秒钟的时间 915 917大案的 四名犯罪嫌疑人 全部落网 民警同时还抓获了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马永学 四人是吉林省浑春市警方 正在通缉的逃犯 曾参加过马永强团伙 其他犯罪案件 在证据面前 四名犯罪嫌疑人 对自己参与抢劫盗窃 内蒙古敖汗气金矿 辽宁省朝阳市 两家企业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四个犯罪嫌疑人 是流窜作案 但为什么 他们对敖汗气金矿的情况 那么熟悉呢 通过审讯 这个谜底终于揭晓 上金矿了 就想来投金的 想来就是投金的 被人的地方来 那个李建伟 跟我一起 那个李建伟 他以前的时候 来过这个金矿 他知道这个金矿 犯罪嫌疑人 李建伟 当时观察到的是 金矿四周又高围墙 财务室在办公楼里面 至于金条 在不在财务室里面 他就不知道了 案发前一天 他们四人开摩托车踩点 从金矿门口经过时 也看到高速的围墙 所以他们事先偷了梯子 准备翻墙用 就往往钱赚的 赚的那边有个切磋网 从切磋网那边 直接过去了 切磋就没用上 而民警在案发现场 洗手间门口发现的 那个塑料编织框 是犯罪嫌疑人 从108房间拿了以后 准备装金条用的 但由于在财务室内 没有找到黄金 最终将他遗弃在现场 尽管以前对这个犯罪团伙的 专业能力有过充分的估计 但随着团伙成员的供述 民警们还是感到非常惊讶 自2008年以来 他们互相勾结 组成固定犯罪团伙 疯狂实施犯罪 先后在内蒙古 辽宁 河北 山东等省的多个地区 交叉作案 其中 仅2014年5月份以来 就在东北地区 作案30余起 盗窃现金300多万元 在敖汉旗和辽宁省北票市 抢劫盗窃现金146万元 在家休息两天 马上又出席作案 这种作案频率 也是非常疯狂的 9月21日 他们便再次流窜到 河北省的山海关和秦皇岛 对三家企业的财务室保险柜 实施盗窃 盗得现金55万多元 虽然四名金矿抢劫案的 犯罪嫌疑人被成功抓获 但民警的工作 却仍在继续 因为 敖汉旗公安局 始终秉承着 这样一个办案理念 那就是破案只是过程 追赃才是目的 他们把能不能为受害人挽回损失 看得更加重要 车案 几十余起 那么这样的话 在查证 在追赃 方面来讲 就是 这个量就相当大 工作难度相当大 不单单是地区跨度大 时间跨度也长 这样的话 你就在追赃方面 下个力量相应要大 耗费的时间相应要长 最终 民警追回现金四十八万元 在银行冻结二十三万元 查封用赃款四十五万元购买的 楼房一套 合计一百二十余万元 几名犯罪嫌疑人 之所以能盗窃得手这么多的现金 除了四名犯罪嫌疑人 作案疯狂外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许多企业的财务管理不规范 夜晚在保险柜中 存放大量现金 在这里 您请希望大家引起警惕 严格遵守财务制度 晚上保险柜中不存放现金 让犯罪嫌疑人 无稽可成 不许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